柯文哲呢 檢方已經對他申請延壓了 那麼同時對舉止發布通緝 好 那到底現在檢調 檢方辦案辦到哪裡 因為其實在聊天是很熱烈 我看到網友Smart就直接說 北檢辦案已經無法無天 這個我覺得最誇張真的是 我們以前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應該是說作為一個評論人 你應該要盡可能 要知道多一點知識 我們現在就上面坡糞 下面挖糞 沒有想到有一天 我們同行竟然墮敗到這種程度 那我是覺得首先第一個 台灣的政論節目 真的會被人家笑話 為什麼被他笑話 那你自己看啊 這個我們的頻道 大家全球的華人大家都在看 懂華文都可以進來對不對 那為什麼愛看呢 他真的關心台灣的司法 他關心柯文哲嗎 不 他把他當綜藝節目在看 台灣的綜藝導成一片 但是台灣的政論欣欣向榮啊 那這就是今天最可笑的地方 那個一個柯文哲屁大點的是 可以一播再播一播再播 真的驗證了以前 這個周星馳的電影有沒有 天朝底下說書的 可以分成九集 稱分上下集 播了再播 每天製造新新聞 講錯又怎麼樣 講錯也沒事情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可悲的地方是 沒有想到說政論節目 變成了坡糞節目 上面坡糞下面挖糞 連挖到畫糞池都有了 這是很誇張 好歹你也參考一下 以前人家怎麼藏錢的 要把他燒美金的 要把他幹嘛的 怎麼會連畫糞池都出來 我是覺得北夷所思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辦柯文哲在案子辦了這麼久 他其實他們的目的 我認為啦 當然他當然希望一刀斃命 如果不能一刀斃命 他們想做什麼事情 他們就是想要長期話 讓柯文哲不能講話 只要柯文哲不能講話 今天柯文哲有沒有問題 他要面對司法問題 我認為絕對是需要的 他一定有很多 沒有他說的那麼白 講白了嘛 金主既然連謝國良家都有 這實在是尬到爆 那也沒有登記 所以這個他有沒有 他講得那麼清白 他肯定沒有 他的政治形象 有沒有在這上面受水 絕對有 可是現在他們想操作的方法 是一種政治上的操作方法 我把你跑延長賽 刨死你 對啊 我馬拉松越跑越長 因為到後來就會貼一個既定印象 柯文哲就是不乾淨 所以現在被關在牢裡 而且我覺得賴清德 也是心狠手辣的一點是什麼 他就挑民進黨來辦啊 那但是辦了有最大差異啊 柯文哲屁大點的是鹽鴨 陳啟運這麼嚴重 人贓俱獲的事情 放了 對 只說因為台眼跟台綠 台眼綠能 不是子公司 還故意寫台眼跟台綠 不是子公司關係 有沒有笑死人了 台綠是什麼 台眼綠能啊 他上面都寫台眼的是怎樣 這是我覺得 匪夷所思到了極點 這真的誇張到 就跟三商集團 跟三商炸雞 是不是子公司關係 對不對 雖然改名之後可能不好吃 但是整體來講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到 他們操作到這種程度 那種對比是非常明顯 可是對一般老百姓來講 它是什麼概念 有抓啊 比如說我簽證的 我就登記了一下 這個所謂 卡到助理費的案子 真的 藍的綠的都有 那所以今天只要抓一個 我說抓一個鄭文燦 他可以殺死10個柯文哲 這就是現在他們打的一個主意 而且必須講 確實被民進黨破防是什麼 就是民眾黨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正腳自亂 他們自己又正腳自亂 你如果說團結一致 那你還沒有被攻破的可能性 民眾黨現在亂到什麼程度 黨團裡面都不見得一致了 然後黨部的說法也不見一致 家人的說法也不見一致 對不對 還可以妹妹去打前貼最核心的蔡壁爐 這樣子公開的這樣互咒 那活該嘛 今天民眾黨或柯文哲 今天落到這部田地 我也只能說兩個字就活該嘛 因為今天為什麼會繞到這個田地 因為你自己造得來的 你比如說你嘴巴講了100分 說我跟財團刀叉不往來 結果你相處的都是財團 還跟國民黨的財團往來 這才厲害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今天我們看到 就官場現行計 可是民進黨壓人取共這種事情 一定要堅決的批判 為什麼 這就像當年納粹在抓猶太人一樣 納粹抓猶太人 猶太人佔人口比例一點點 幹我屁事對不對 接下來納粹抓什麼 開始抓左派 共產黨幹我屁事 抓到你身上的時候 沒有人幫你說話 這個才是我們在這個案件裡面 所看到的 所以今天這案子 之所以難為就在這裡 就是說你今天要幫柯文哲說話的人嗎 你也會顧慮到一個問題 柯文哲真的乾淨嗎 我要為柯文哲賠公信力嗎 民進黨就抓住你這個小心思啊 那黑柯文哲的他沒有什麼風險 為什麼沒有風險 第一個 黨政軍媒什麼都抓在他手上 他當然他不會被查 他不會因為講了這個被NCC罰錢 他也不會因為講了這個被限流 反而對大推特推 而且他把他綜藝化 娛樂化搞得像game一樣 而且是fem game 就亂講一通都沒事 對而且還是fem game 對不對 你看娛樂化到被賴清德點名說 吳珍你還是乖乖認真的 學一下本職學能 就到那麼誇張的程度 那好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幫黑他的人沒責任 而要幫他講一點點公正話 我講這個公正話 不是說幫他辯護做清白辯護 甚至不是幫他說 今天柯文哲不該關了 而只是說你這個司法程序有點問題 他就貼你標籤 所以你是站在柯P身邊嗎 他還可以動員網軍啊 他還可以動員到處洗地啊 你看現在各大聊天室 只要稍微講點柯的話 哎呀這柯黨的 幫忙柯講話 我最公正嘛 因為這個小草說我是柯黑 所以我今天幫柯講話應該 我沒有幫柯講話 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種方式不是正常扮演的方式 最後我講一下橘子的問題 因為橘子本人我是認識的 橘子什麼時候管錢了 我都不知道 莫名其妙 但是有一個確實有一點怪的點是什麼 就是橘子沒有回來幫柯文哲 這一點是大家想不透的 因為橘子跟了柯文哲這麼久 當然我知道當中有一些事情 一些私事我就不方便透露 這可能檢調去查 可是聽說後來關係不好 有點鬧翻了 這我可以證實 這確實關係不好 但是什麼問題不好 我們就不方便講 只是說 是因為這個私人恩怨導致 柯文哲被關 我不相信說他被關橘子會氣到 說好 你家人乖乖乖好啊 對啊 好歹回來講個事實就好了 對啊 其實鳳姐講我想到一個問題 但如果真的是氣到這種程度 然後不願幫柯文哲講話的話 那來柯文哲遮老心白 我們不知道啦 他脆人本來就失敗了 藍結人之間 確實啊 柯文哲人和真的有點問題 所以講白了 今天民眾黨遇到了這麼多的問題 也說實在就是在還錢債啦 那可是麻煩的點是錢債未償 新債又來 然後內部又打成一團 那其實這整場的鬧劇 最終拖垮了 可能不是只是柯文哲本人 可能會把民眾黨 連同第三勢力 這樣的一個品牌都拖垮 這個可能是很多支持民眾黨 他是希望支持第三勢力的人 會傷心流淚 所以我還是要誠懇的呼籲民眾黨一件事 就是說你們還是要做好一個最壞的打算 就是後柯文哲時代其實已經開始了 可是你們到現在還沒有做出一個 決心跟勇氣說去面對這件事情 那如果沒有做出這個面對的話 那民眾黨人家每次獨麥 我就問嘛 黃國昌打壁打得那麼兇 結果記者就在問他什麼 柯文哲案件 那這樣黃國昌不就付諸東流 那你永遠就只能聚首 雖然看起來很多人都在 可能線上回看10萬人 線上1萬人 每天看黃國昌老師在那邊解析 我這立馬運幹了什麼事 10萬人在台灣的總人口多少 這就是關鍵嘛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要讓台灣的政治正常化 也要面對一個很重大的現實 包括小查面對一個現實 我知道這樣講又變柯黑了 就是柯文哲的時代恐怕是回不來 這才是這裡面的關鍵 而民進黨就是要這個效果 其實民進黨已經達到 他現在只是柯文哲時代 不僅要回不來 連柯文哲一切相關人等 通通要下課 他要最大化 所以這個拉扯 那這個拉扯只能仰賴一件事 就柯文哲到底清不清白 那台灣是個法治國家 雖然他法律偏的很嚴重 但最終還是要講證據 所以在這一點上 最後還是回到一個 最原始的狀態了 所以生死局還是要看清楚 我從小到大事實上 都在進行防曬大作戰 所以身為防曬打人的 我特別推薦大家這一支 這是中天新推出的 Case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它裡面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榨藻直萃 這有藍光神盾的美稱 也就是擦上它 可以防禦環境裡面 3C產品對肌膚的危害 那同時還有含黃金 青海藻醬的成分 能夠抵抗肌膚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擦起來清爽不負擔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適用 孕婦也可以擦 所以在這邊我誠摯的推薦給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Case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藻直萃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我這麼多餘的事 當時遭遇到非常安善 我感到您的事 不敵人 都不能遭遇到 只要保護 拿到其他人 的事 過了 所有人